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括多功能球馆及可容纳400人的展演音乐厅 目前工程精度已达57.82% 超前1.01% 这一个工程不仅对我们成功国小的师生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其实对周边师求无理 未来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的一个场域 那特别这个活动中心上面有一个表演的一个空间 有400席的一个座位 那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分摊文化中心的一个压力 因为一个中型的一个展演空间 也是我们金融市非常的需要 那现在文化中心基本上这个场地都是饱和 所以未来成功国小的活动中心跟这个演艺厅完成之后 未来也会变成是我们金融市很重要的一个中型展演的一个场所 那今天特别来看这个工地 因为每天从这边附近经过 我觉得这个工地其实进展的非常的顺利 那刚刚听了简报 那原本的一个预定的一个进度是56%点多 那目前有超前一个百分点左右 那我们希望这个营造厂能够在我们金融市的雨季来临之前 把这个包括顶板以及旁边的这些个墙面的部分 把它阻力起来 那这样子可以避免受到这个雨天的一个影响 那工程的一个进度也能够在比较确保 不但施工进度超前 成功国小活动中心整建工程的施工品质 也获得市政府施工查核的高分 及2022国家卓越建设奖规划设计类金子奖肯定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将进一步争取角株公共工程金子奖 这个工程整个营造的一个状况还有品质 我觉得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而且市工查核也都品质水素很高 那所以这一个工地呢 我们也预计要来争取国家建筑奖的 这个工程金子奖的一个奖项 所以这个营造厂跟建筑师 还有我们市府的团队 大家都很努力 希望能够争取这样的一个荣誉 林又昌强调这是以校园为核心 社区改造运动 在成为国小基地的最后一里路 未来活动中心完工启用后 将可衔接成绩转运站 更进一步串联成功一路狼带 搭配未来31号桥改建 把市球无理跟市港核心区有效窜接 成为学校与社区营造共好共农的典范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道 为了要减轻年轻家长的育儿压力 基隆市长林又昌上任后 积极推动幼儿园公共化政策 从106年占比不到5成 短短4年就成长到近8成 过去抢公幼挤破头的状况不在 甚至还吸引了许多外县市的家长 带着家中的宝贝来救赌 到底基隆市公立及非盈利幼儿园 有什么样的魅力呢 现在就带您一探究竟 拜拜 老师 拜拜 早安 阳光普照的早上 小朋友开心的跟老师打招呼准备 度过愉快的一天 这里是基隆中山非盈利幼儿园 除了拥有新颖漂亮具设计感的校色外 背山面感 绿意围绕的优美环境 更获家长与小朋友喜欢 小朋友甚至能在这里 看见蓝雀五色鸟及松鼠 让学习不只局限在教室里 我喜欢这里玩的教具和玩具 因为玩的时候很开心 我在海豚班的教室那里 旁边那里我有看到松鼠 在楼上三楼 看到蓝雀 因为四周都是非常的有绿色植物围绕 所以像园内也很多四季的植物 我们就会带着孩子用五感来体验这个环境 体验来学习 除了可以在美丽的操场跑跑跳跳 二楼还有大活动空间 不管晴天或下雨 小朋友都可以快乐地享受运动乐趣 好天气他们就会在操场跑步 在操场运动 然后去寻找春天 去寻找夏天 因为四季的植物 他们就会发现四季的不同 那下一天就可以在二楼的大活动 大活动是呢 进行这个大肌肉的活动 去年八月才开始招生的中山非营利幼儿园 目前几乎满额 为了减轻家长育儿负担 金融市长六昌上任后 积极提升公立幼儿园数量 金融市公佑比例从106年的不到五成 到今年几乎达到八成 111年公佑准公佑 共可提供5493个名额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非常好 还有价格就是很亲民评价 像我是单亲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我的支出方面 轻松很多 加上老师都帮你处理得很好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白天上班 然后其他交给老师就可以了 当然会担心说想读的学校排不到队 对 是 到后来其实先来学校做了解过后 其实我们办个登记之后 呃 院长就通知我们说可以就读了 不断金融市家长摆脱过去公立幼儿园挤破头 抢入园的困境 甚至还加汇到邻近县市家长 根据金融市政府教育处的统计 今年外县市幼生比例已经达到15% 这里的环境我们家长也蛮喜欢的 那小朋友也一样 然后老师也蛮认真 对 所以我就会想说两个小孩都让他继续读在这边 从我们几乎公佑市都要抽签的状况之下 到现在我们每年都有超过500个以上的名额 是可以让涉及外县市的幼儿家长来做抽签跟就读 那这几年来陆续的成长 我们也发现每年大概都会有 近年都有15%左右的幼生 不是涉及金融市从外县市跨县市来就读的 老师细心的协助小朋友吃早餐 为了鼓励年轻家庭育儿 金融市政府进一步将托育年龄向下延伸 从104学年度起增设两岁幼儿陆元 110学年收拖人数有784名 陆元比例达36.7% 比104学年度成长4.4倍 不但是全国第一 更一举超越OECD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国家平均收拖率的33% 那今年我们两岁幼幼专班的比例 陆元率已经达到了36.7 那这个比例其实比教育部定给各县市的目标 OECD国家应该要达到的33% 我们已经提前达标了 持续增加公立幼儿园名额外 金融市在托育服务上更加完善 今年起成为全国唯一百分百提供客后留言 到晚上六点服务的县市 让家长能更安心工作 平日原来四点就放学 我们让每一间的员所平日都开到六点 过六点到六点半的客户留言 那在寒暑假也都全面开课 所以让双薪家庭不会有所有寒暑假的困扰 目前金融市39所国小仅剩八度国小还未设置附幼 预计在113学年度完成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继续推动两岁班普及花 让幼儿托育人五奉接轨 也鼓励家长让家中小宝贝就近入学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道 金融市议员庄敬胜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相当关心成绩转运站 他说他每天都去看到底何时完工呢 市长林又昌答复工程的部分 大约在今年10月可以竣工 但后续还是有报宴等相关程序要走 金融市议员庄敬胜在市长市政总质询中 质询成绩转运站何时可以完工呢 金融市长林又昌答复工程的部分 大约今年10月份可以竣工 但是后续还有报宴等相关程序 最重要的是会顾及到工程品质 最近其实已经在收尾了 所以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一个阶段 预计工程的部分应该是10月份可以结束 那不过竣工之后呢 他有许多相关的报宴的一个程序要进行 所以我们预计是要到一到两个月的时候 因为工程这么大 其实在事先都已经有包括消防 还有包括我们都发相关单位 也已经把相关的一个 他使用执照的申请的前置的作业 都有期整也都做了一些规划 所以这部分我们都有在掌握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是这两年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碰到疫情的一个影响 大概全国所有的公共工程全部都延宕 那包括缺工缺料物价上涨的问题 非常的严重 那所以我们这个市政府这边跟厂商 我相信都是尽全力在这个推动 那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这个重点 就是工程的品质 我们永远都是放在最前面 所以包括像现在 我跟副市长 还有包括这个曾处长 我们是十天 我市长跟副市长亲自到场去做最后的 相关的工程的一些进度的一个确认 不过庄近胜议员表示 他每天都去看 其实成绩转运站工程 还有很多的问题 希望可以赶快完工 你可能比较小看的小庄 小庄每天都去看 小庄甚至 在旁边的附近的餐饮店 去询问那些工人 你觉得这差不多当时做得好 他们大概 我觉得11月才有办法办理 说他要竣工 我们还要验收 然后同时间 我们的里面的内部 现在已经有得标厂商了 包括内部的装潢 全部都还没有开始启动 外部的这些 等一下我们一张图一张图的来看 一张图一张来审视 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然后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还有很多更细部的东西 例如 原本的金属铁剑 很多都已经生锈到发炮 到外面 结果我们漆还是涂上去的东西 还是有 我如果要再看更细 我跟讲 警察不完 不要再让冬天的时候 让这些民众去淋雨 能够有一个舒适的空间 身上干干的 不要嘶哒哒的坐在车上去吹冷气 然后到台北去上班 真的很辛苦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市议员宋伟丽 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 执询基隆市政府 规划在中山区胡仔山上 新建空中缆车 甚至是空中巴士 是否会危及下方民宅的安全呢 市长林又昌回复 缆车下面都是房子 全世界欧美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缆车 没有问题 基隆市议员宋伟丽 在市长市政总执询中 执询基隆市政府 规划在中山区胡仔山上 新建空中缆车 甚至是80人坐的空中巴士 但是下面房子一堆 安全吗 适合吗 你知道你说明会开过之后 多少民众打电话来服务处 那些老年人搞不好还听不懂 就都年轻的 因为年长者回去跟孩子讲 孩子打电话过来 他说你们怎么会让市政府 这个规划会让他通过呢 他说每天都会生活在这个震动 噪音 然后不知道哪一天 掉下来的那种恐惧 然后更好笑的 那天规划公司 如果没听错的话 他甚至可以坐空中巴士 巴士能坐的 这真的很天马行空 在场的所有局处长 你们有看过缆车 在所有房子上面 坐缆车的 你们有看过的 请举手 机动市长林又昌答复 缆车下面都是房子 全世界欧美很多国家 都有这样的缆车 没有问题 这个其实很多啊 就世界上包括像在智利啊 包括像在阿根廷 还有世界上欧洲很多的国家 其实这个缆车是非常多的 有那么密集吗 房子住的 对这非常多 其实他其实 你还有气候 对这个没有问题了 你确定没问题 这没有问题 而且其实刚刚你在讲说 80个人的缆车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像猫懒 那个六个人八个人 其实并不是 因为在之前在大会 我其实就已经讲过很多次 其实大型的缆车 而且因为它的这个高度 也会比较高 不是贴着房子的 所以它就只有一站 就是从三角下 直接上到击隆地标 击隆地标旁边是停车场 还有操场 所以旁边的腹地 其实是非常的大 那另外在规划的过程里面呢 也会就是尽量的去减少 这个尽量会去找 那个巷弄的中间 然后去通过 那是这个最少量的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 那另外你提到那个 缆车的车厢 缆车车厢 你说80人 80人其实也并不大 其实世界上最大的缆车 其实还有两成 还有上百人以上的 所以这部分是已经规划过 不过市议员宋伟丽 还是认为 在这里规划新建缆车 甚至是空中巴士 是个假议题 因为除了腹地问题 还有东北季风 影响缆车的安全 都必须评估进去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真相 必读 目科解王的 辉红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前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 药师佛店参拜 感受伐喜 民国97年 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店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 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店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第十九届第八次定期会中 市议员程维仲直询时 指出市长林悟称 在八年执政期间 行政资源分配不平均 亮点的背后依然让民众 感受到生活上的交通与经济各种问题 因此提出施政重心 应该要改善市民生活 不要用完美的模式来治理城市 应当资源投入在基础建设上 满足在地需求 我们这一段种子群想要来打破林悟昌 林市长你的滤镜 来带你看到是说 我们每一天的基隆市民 关注的日常生活 它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被推进跟改变的地方 所以我想要特别讲 城市的行销 它不是把美机开最大 我们就会看不到 我们其实真的应该要改变的地方 城市的治理也不是开公关公司 对治理民的真实生活来说 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荧幕上看到的 很多人都在说 我们的跨县市的国道客运 常常拖班减班 等不到车 不知道现在该怎么办 那甚至是呢 我们的公车不准点 没有办法让大家呢 在基隆方便的移动 林市长你的亮点建设 最重要之一的国门广场 人本的水岸空间 要让大家可以方便的行走 那可以来就是在这边 自由的活动跟办活动 但是包含我本人 想要在这个广场上 宣示我的城市理念 但是跟你不一样 却就不断的被警察驱离跟驱赶 市民的日常生活 是人行道不断的被围停占满 甚至人行川线 也都被机车给阻挡 那我们的1999的 1到8月的路边围停派案 高达8000件 全部都在讨论的是围停 表示市民对于基隆的围停 真的真的非常的痛苦 你也用色彩屋 用非常多的观光打卡的景点 告诉大家 基隆现在不再是灰灰暗暗的 基隆现在色彩缤纷 但是基隆真的是为 外人而生的吧 我们基隆自己的年轻人 现在仍然是在面对的 很高的房价所得比 那青年的穷忙 也是买不起房的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亮点建设 没有办法成就一座伟大的城市 我认为是说 最好的城市规划 它不是来为基隆打造亮丽的人设 它不是要呈现给媒体看 它也不是要呈现给观光客看的 基隆不是为观光客而生 这座城市是属于所有的基隆人 我们的路径不是把城市当作个人政绩的舞台 我是希望在日常生活里面 投入我们更多的市政中心跟资源 来加强基础建设 移除这些日常生活障碍 我们刚刚看到这么多障碍 在这座城市的平凡的日常里面 真的让人感到幸福跟骄傲 这才是一座伟大城市的要件 我不敢讲说我做得很好 但我们有努力 有进步 有在做 我们人行道的空间 人本环境的改善有嘛 也不只是市中心区啊 包括在中正区 从新北市进来 一直接到我们的潮清公园 潮清公园现在还可以接到 我们的救育会大楼 这个难道不是改善吗 难道只有在市中心区吗 不是嘛 但是市长你有看到吗 我们基隆现在的交通 还是基隆市民最 最感到痛苦的地方 尤其我们每年 还是有十多人的死伤 这个交通的问题 它除了我们现在的 重点的道路 人行道的铺设 我们交通的改善 我们都一直没有在进行 我的意思是说 整体的资源 即使基隆市的资源在上 我们都应该把专注力 更放在这些日常生活的议题上 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 到台北参与座谈会 与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同台 两人互动交流 希望借由多多沟通 加强首都生活圈的合作 共享共荣 共创多盈 今天我特别提到 蒋万安在会中提出他的台北愿景 希望借近美国成功举办的音乐季系列活动 加上台北独有的潮流科技文化 除了重视创新跟炒根 重点是有共创的理念 让台北活动更具有国际特色 而打出知名度 这有来区域伙伴一起来集思广益 共创多盈 共享共荣 刚刚也跟谢国梁 国梁兄一起交换了很多意见 未来一定是北北基陶 城市区域的治理 我们会提出很多共同的市政愿景 那不只是造福台北市民 希望造福包括基隆市民 我们大家共荣共好 万安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们很多次都一起讨论 我很期待他未来不久以后 可以到基隆来 来帮忙一下国梁 万安跟国梁可以一起来 跟民众来肯托 当然未来我们初步的规划 透过台北国际潮流音乐节 能够先从音乐开始 刚刚谈到这是我们的优势 我们汇聚音乐的人才 让源源不绝的创意 能够发挥出来 然后整合现有的资源 包括扩大 既有的活动 台北电影节 一岁节 新创基地节等等 还有包括每一年的电脑展 Innovax 还有包括白昼之夜国际书展等等 大家串联起来 其实台北市绝对可以 举办这样大型的 像西南天然的活动 对我想不止音乐器 我想未来很多的活动 还有相关市政的推动 都是需要跨县市的合作 所以这个部分一定会跟国阳一起好好地来沟通 好好讨论 我们一起合作 让很多共同的城市 大家都能共融共好共享 而会后谢国阳则提出 他希望推动内科厂商到基隆来设置营运分布 降低通勤的机会 也增加在地就业的可能性 而未来他会跟万安好好的来讨论 解决内科跟基隆台北间的通勤塞车问题 不过基隆民众真的每天都要经历这个通勤的过程 我觉得大家相当的辛苦 我们看了已经也有好几十年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就业 要留在基隆留在当地 哪怕是五赌六赌 也是基隆的一部分 我们就是要把就业 大量大规模的就业 要把它移到基隆来 其实内湖科学园区 大家都知道现在有过于拥挤的问题 所以我认为说未来如果 某些企业能够从内湖科学园区 发展一个分布 或者是一些移转 到我未来五赌推动的基隆科学园区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对内科也好 对基隆的就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个就是未来我会跟办案市长 来合作的一个地方 记者黄日生台北报道 金融市有三间植探中心 分别在明德国中 五人国中及地内国中 学生参与植牙试探96.8% 冠居全国 其中在地内国中的黑盒子剧场 让学子可以省事自己 一块来看孩子在表演艺术群中的表现 想要光鲜亮丽振上舞台可不简单 跟着老师听着音乐 走出动感 还要走出自信 在地内国中的黑盒子剧场内 学生不只是接收者 更是分享者 想要当幕后的导演 还是设计师 或者是目前的模特 孩子们探索内心世界 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我终于上新闻了 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对这次上课很有兴趣 但是我应该不适合当模特这个角色 我比较适合运动员 我在电视上看到模特走秀跟那个练习的时候不一样 练习的时候比在那个电视上的时候看的那个还困难 我喜欢来这边体验 我觉得我以后不适合当模特 因为我没有自信 我觉得当模特很辛苦 因为他们走秀的时候 要给服装设计师看一下他们的服装 或是走秀的时候 要先前面要先练习很多东西 探索过程中 让孩子了解各行各业的样态 国小端的老师们积极争取上课机会 我觉得我们班的小朋友表现得都很好 也很棒 然后也很开心能够来参加这样一个节目 透过学生的多元的学习 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 然后展现自己的所长 职业试探中心不只为国小端学童 带来身丽其境的剧场体验 更是国中端孩子表演艺术课最佳的舞台 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去职业试探中心 他可以试探到这六个子群都能够有机会去做尝试 那我们还有开寒暑假 所以真的是以基隆士的优势来讲 我觉得距离近 然后执探体验呢 其实是很方便的 那当然他设立在我们地内国中 对我们地内国中的孩子更是有优势 是我们就是就近 所以我们也曾经针对我们的七年级八年级 我们曾经做过商管子群的体验 就整个七年级全部都上三管群 然后会用一个半天的下午 那孩子就是都在自己的学校 然后去上一项高直端的老师 他怎么来带这样的课程 曾经有试过就是八年级 在那个表演艺术刚好上到彩妆 那我们的小岛表演艺术老师 他会觉得说 那我就就近利用直探中心的黑盒子剧场 我们来做彩妆的课程 就一个下午把它彩妆的课程去做完成 那学生也会去学到很多有关于这个艺术职群 彩妆这一类的部分 那我觉得基隆市能够有这样三所的 直探中心的这样的设计 真的是对于国小端国中端 对未来的职业 他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直探中心提供不同行业的试探 及体验机会 让学子了解各行各业的职业样态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N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